Hello,大家好,我是屏姑亮 那今天继续来介绍这个Derta这个笔 这款就是比较,他们比较有名的一个系列 就是Docivita这个系列 然后呢,上面也写了,它是1982年的一个牌子 就是Derta这个笔它是82年诞生的 但是它的路数比较奇怪 就是它比较喜欢跟官方合作比较密切吧 所以说发展的也很快 然后当然它现在已经狗带了嘛 需要讲一下的就是这Derta它狗带 有很多种说法,有好多说法说是 因为工人断带啊,就是技师断带啊之类的问题 但是呢,但是从结果来看 最终导致它狗带的是它老板跳槽了 对,是它老板跳槽了,是它老板跳槽了 意大利笔里边这绝对不是一个新鲜事啊 你看那个奥拉拉的老板跳槽了 然后威斯康蒂的老板跳槽了 然后Derta的老板跳槽了 就是其他的因为是创始合伙人 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跳槽了 但是Derta一根独喵喵的跳槽了 然后它就死了 所以说这个意大利的画风就是这么的奔放 这个笔呢,它本身这个Derta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它是代表着就是一种享乐主义 交涉淫义,啊不对,没有交涉,只有淫义 的那么一种,那么一种就是概念 它是一种奢明的享乐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关于它这个笔身呢 笔身上面这个橙色 有的说它是代表了就是艳阳 就是地中海的艳阳 然后有的说的是代表的是地中海的阳光 然后撒在石头上照出来的迷醉的颜色 你不管它什么玩意吧 反正就是一个大橙子 然后我这一支笔是中号 就上面写的是 迷你,不,什么迷你,迷的 然后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笔吧 这个笔是中号 但是它很大支 哦对 上次,上次的视频里边 大家不是看到我的脸了吗 你们看到的你们就偷偷的当作没有看到啊 这种从下巴往上拍的死亡角度 如果你们给你们女朋友拍照的时候 拍到这种照片 你只有一种可能的就是被死亡好吧 原地被死亡好吧 所以看到的也要装作没有看到 继续回到这根笔啊 这个笔呢 我拿一个,拿一个什么玩意跟它 跟它对比一下 你看 146 146跟它对比一下 就是146顿时就觉得好瘦啊 146你简直就是个瘦子 平时觉得你还挺胖子 人冤枉你了 跟意大利比一对比的话 就是觉得万宝龙这样简直就是瘦子 它很胖 但是它这中号也已经很胖了 大号比这个还胖 然后它的笔身呢 它稍微有一点奇怪 就是说 它是屁股有点大的 它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角度是这样的一条线 然后这边又它屁股其实是一个像宝石那样的一个形状 是一个 是一个宝石那样的形状 就是这个地方细 然后这个地方稍微粗一点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车成这个样子 然后 这支笔呢 放大一点吧 今天这个光不太好 是因为外面阴天阴的非常严重 外面阴的跟晚上似的 顶上依然是在这个Dirta这个标志 然后上面呢 写了这个型号 就是Docitvita的这个系列 然后呢 上面是中号的 我这个是Mitsize 笔环 这个系列的笔环 做的还挺挺漂亮的 幸福中原系列算是Dirta家比较有名的系列了 当时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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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名叫啥来着 叫泽考英龙华 泽考惠里香 反正就那个中文名字改了好多次 那个那个女性 就演过 演过狼狈 演过一公生眼泪那女性 她曾经演过一个片子 叫做 陈峰的笔记本 那个里边 因为它是个日式的文艺片嘛 你就一边看着笔 一边听我笔笔吧 就因为它是一个日式的文艺片 然后它那里边就用的一支笔是 他爸爸送给他的 就是这个Docitvita的mini 然后呢 这个Docitvita这个笔就开始大火 在日本非常的受欢迎 那个片子因为 日式的文艺片 节奏都很慢 超级慢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个设定是这样的 这个女主角 她是在钢笔店打工的 然后所有的那些冗长 又无聊枯燥的情节 你就会在一个 钢笔爱好者眼中 就是天堂 好吗 天天看她在钢笔店上班 然后随便的摸各种笔 哇 每天可以 随行随行的 各种笔 真的爽的不行 就这种平淡的 非常枯燥的 讯事当中 也可以让一个文具儿 一个钢笔儿 觉得哇 超爽 简直就是天堂 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兴奋 她是 啊对 还没有逼逼她 剩下的 她的笔尖 是一个 14K的笔尖 是吧 再放大点 能不能再放大点 好可以 嗯 14K的笔尖 让我看看侧面这边 到底写的是啥 好几次放大我都看不清 侧面写的是啥 嗯 我现在也看不清 我写的是啥 主要是我之前没有 忘记了单独拿手机 给她放大一下 看一看 现在我撑着脖子看吧 看得也不清楚 然后低着头看吧 看得更不清楚 反正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笔尖 嗯 这款笔就是他们家比较少见的活塞了 因为我说过 Derta他们家其实是拉杆狂磨 他们家是 很奇怪的上磨方式的狂磨 然后他的屁股不是 不是直接拧的 他是 你把屁股的帽拧下来 就这只笔 他属于在Derta里边做工非常好的 因为Derta其他的笔 做工里面糙的让你不忍直视 你知道吧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 嗯 铜套 然后这里边螺纹部分是一个铜套 粘在这个树枝里边 它树枝非常厚 你可以看到这个树枝超厚 然后就靠这个东西 嘿 里边的笔头还没有出来 好 出现了 看到了吧 它是个活塞 它是一个很少见的Derta家的活塞 Derta不太爱做活塞 它比较喜欢做拉杆 整体这只笔就是这个样子吧 作为Derta的旗舰产品 明星产品 不能叫旗舰 明星产品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收一下 好看 超级好看 而且它大 超级大 我的 下回等 等我再做那个啥 再做Derta的时候 把我那个 一标卡10找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玩意到底有多粗 真的超级粗 拿尺吧 先拿尺来看一下 粗略的看一下 笔帽是1.8 然后笔身是1.6 它屁股的这个位置是很很很高的 屁股的位置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 它是屁股的位置跟笔帽 基本属于一个平旗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 它是这边小 这边大 这边小 这边大的一个 好像箭头 一样的 一样的奇怪形状 就当你这样看这个笔的时候 你会觉得长得有点像那个 日本鲤鱼 旗上画的那条鲤鱼 就一个嘴 后面一个屁股的那种感觉 这笔超级推荐 它的各方面细节 真的属于Derta 做工里边非常好的 因为其他 等我再吐槽到 下一根的时候你会明白Derta正常的笔到底能做成什么德行 我这支笔买的是什么件 我难道这支买的是EF吗 怎么那么细 它侧面是不是写的笔件的型号呀 不对 看不清楚 我字太小了 在这边写了 是EF 我一直以为我这是买的是F原来是EF吗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笔太大了太沉了 然后我就基本上不太常用 我用完一次之后就基本上洗干净收起来了 所以说它一直保持着这个鸭子 我超级喜欢这支笔 它是中号 大号真的太大了 大号丧心病狂的尺寸 迷你其实也不错 但是迷你 我忘了迷你那个屁股到底能不能就是自己扭上了 我主要就是当时顾虑到 好像就是因为顾虑到的屁股不能自己扭 还是怎么回事来着 反正就没有选迷你买了 哇 你当时是怎么塞进去的 哎 受不了了 嘴